天天趕場專訪特訊 侯友宜開始產出禁句 勞工講的是他 心裡最軟的一塊 我看現在不是吧 他們心裡最軟的一塊 大概就是詐騙集團 缺工議題也能跟詐騙掛上交集 來清德親上火線 對標戰力 侯友宜是狠心的 完完全全的要走 依賴中國的老路了 竟然還要接受中國的人 來到台灣就業 誰有資格問頂中原 兩邊隔空論見 就連趙紹康這句侯友宜 當總統願意分拳 也被賴清德補上一拳 這麼明目張膽的 讓侯友宜淪為傀儡 侯友宜也應該要拿出破例出來 藍綠廝殺對決 目前雙方主要戰略都是邊緣 冷淡這一位 看著廟前表演 怎麼愁眉苦臉 最新零傳媒民調抽樣多達一萬兩千人 統計賴肖沛百分之四十一位居榜首 侯康沛百分之三十一追在後頭 柯英沛百分之二十五暫時落後 從選票流向來看六十歲以上選民支持度 賴肖沛首度跌破四成 侯兆沛則是飆漲一成五 而在雲嘉南以及高屏地區都有大幅掌握 兩週前侯友宜才來過的新竹虎口市場 柯文哲緊急回房 不想落於被邊緣下場 民調再沮喪也要拼個逆轉戲碼 我是新聞彭冠霖江南科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